好 回到今天的这个专题 我期待很久了 要非常谢谢Digitimes的顾问 也是台大物理系客座研究员 林玉中林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我们要来谈汽车半导体 对于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原本呢 汽车半导体 在半导体产业当中 无足轻重 量又少 然后呢 这个规格又很复杂 所以呢 半导体产业来讲 不见得那么认真的在供汽车半导体 但未来整个汽车半导体产业 就整个汽车产业改变了 而因为汽车产业改变了 对于汽车半导体的需求也不一样了 那因为这个不一样 使得未来半导体产业当中 汽车半导体可能会比手机的半导体 更重要了 会不会如此 是的 其实现在汽车半导体 已经占有相当的分量 如果你看台积电在分析 他们的产能 或者是他们营收的来源 其实他们归类在 特殊工艺半导体 这是大陆的讲法 因为这是我从大陆报导反而再回来的 像其中的CIS 就是CMOS image sensor 就是镜头 还有其他的东西 这些有一些部分 已经是用在汽车半导体上面 这个已经是行之有年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像功率半导体 IGBT 这个也是汽车 就过去就已经很常用了 但是我们现在 在强调这件事情 是因为在所有的市场里面 这一块 它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 汽车产业特别大 汽车产业有多大 它是 现在大概是两兆多美金 好 那这个要跟其他的产业去比一比 我就这样讲好了 譬如说我们半导体产业 去年是五千五百亿美金 今年可能是六千亿多美金 那你如果几个重要的应用 PC产业 Smartphone产业 通讯产业 再加一些资料中心 伺服器 这些东西加起来 他们的整个市场值 大概就跟半导体产业 跟汽车产业差不多 所以汽车产业 如果你未来 在里面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这里面还有 另外第二个重要的事情 是因为有一些 汽车产业内部 有一些重要的变化 我马上就会谈到 使得这个部分的成长率 看起来都比其他的成长率 要坏非常多 那市场本质很大 成长率又高 那所以所有的半导体厂商 甚至不是半导体的厂商 都会踏进来 对没错 所以刚刚第一个 现在看汽车产业 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产业 美国日本韩国德国 大概汽车产业 在他们的相关供应链影响 其实都是非常大 现在中国大陆崛起的速度 非常的快 那现在当然对汽车产业 这本来就是一个大市场 可是现在它一个重要的变化 其实就是电动化 跟智慧化 是 朝向电动车 朝向智能车 对不对 我们先不要讲说完全的自驾车 但至少是朝向智能车 物联网 这个整套的这样的发展 所以它在这里面 对于电子的需求 就要比过去传统的汽车 要来得高很多 是的 这里面我们先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其实这两个趋势 就是变成电动车 以及自驾车 这两个是同时并行的 只是自驾车会牵涉到 法规的问题会比较麻烦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 甚至是伦理的问题 那所以 譬如说判断 那个两个都是危险的状况 那你如果在这样状况之下 你要怎么 那个自驾车要怎么判断 你要撞小孩子 还是要撞那个人 因为如果你被迫 一定会在这里面选择的话 这个都是一些很严重的 而且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只要牵涉到人的因素 发展不一定会比较慢 我印象很深刻 大概在五年前 加州 其实他们就已经组成了 一个委员会 然后要去讨论自驾车 未来的法律问题 它里面就列出了 各式各样的这种 比如说今天一辆自驾车 如果它发生了车祸 那请问一下赔偿 是由保险公司负责 还是由生产这架车子的 车厂来负责 还是由车主来负责 差别都很大 对 光是这件事情 你看就可能讨论不完了 对 所以这个预作准备还蛮多的 对 这个其实 我打擦一下 这个其实也跟 我们的健保制度 有一点类似 有很多国家 医学的发展 都想要看台湾这样子 是不错 可是如果要追起来 你单只是这个 法律的思考过程 这个大概就是 五到十年的实践 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 本身的主题上面 在 它这个虽然是并行 譬如说我们在 在讲自驾车 它用五个阶层来分 就是自驾车的 Level 1 Level 2 L1 L2 一直到L5 就是真正的全自驾车 现在大概L2的已经有 那以后我们期待 应该是要有L5的 那另外的自驾 那个电动车呢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有在安装一些 像Level 2的 的东西 所以这些是一个 并行的过程 但是就如同那个 凤信在一刚开始节目 在谈的天气热的不得了 所以电动车会首先变成 法律上要去强制的 因为它跟我们的空污的管制 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有很多人认为 而你电反正你在车上 使用电跟你用那个 你发电那边也会产生污染 这个意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车子没有那么多的 就是碳补捉的效率 你发电厂的碳补捉效率要高多了 所以我们即使经过了 化学能转换电能 损失掉一部分的能量 但是我们把它当成 电能的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在碳补捉的时候 相对来讲 我们就不需要去装 所以我不赞成那种说 电动车不会改善空污 电动车的确能改善空污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 强迫性的 那很多的迹象显示 欧洲在2030年以前 可能就有办法变成 那个全电动车的 新车 的规格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电动车显然是会比自驾车 速度会更快一点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牵涉到两个问题 电动车比较在乎的几件事情 一个是电池的效率 那这个我们也许有机会 另外找时间再谈 这个题目我已经跟林教授预约了 他下次来跟我们谈 这个电池的相关发展 然后你有电池 你当然就也有类似 充电站在家里 在路边的这些充电站 这些我们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的问题 那但是在车子上 你会有极巨大的改变 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有一点挑战 但是也是机会 台湾过去发展汽车产业 并不算是非常成功 我们有 但是不是世界上主要的竞争者 但是在这个从汽燃车 就燃汽油的变成电动车 它是从一个引擎 变成一个类似马达的东西 那这个部分我们台湾不可能说 连马达都做不出来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就有一个相当大的 那个空间可以去截取 所以我可以堵断的 武断的说 像以前汽车 我们可能有些重要零主件 我们还真做不出来 但是电动车 每一个东西我们都做得出来 其实除了引擎以外 台湾还是很多的汽车零件供应商 现在在大陆有几家比较大的 除了大陆本地的 还有很多的台湾的汽车零主件 在那里取得很大的市场 没错 所以这个部分 而且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半导体在里面要扮演的角色 是越来越重 现在估计你要看哪一种车子 因为不同车子的不同价位 它加半导体的百分比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估计大概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 你是说整个的成本结构 对成本结构半导体占制造成本 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 三十percent 就占制造成本 当然你的市场不是只有制造成本 你还有人力啊 你要盈利啊 然后你要做广告 市场行销 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摊 摊那个摊出来 可是制造成本的话 现在大概就是 就是as of today 是二十几到三十 这个是现在的估计 如果我们以电动 如果未来市场全部新车 都是电动车的话 那假设两兆美元不变 也都不成长 就是两兆美元 这两兆美元 假设它的制造成本是一半好了 就百分之五十 就一兆美元的制造成本 那就意味着至少是百分之两千亿美元到三千亿美元的半导体 汽车半导体的需求 我再投射一点 这当然有一点 大概 业界预估 这个也许 not so wishful thinking 不是纯粹的一厢情愿 是 大概到2030年 其实不是很远 会到百分之五十 然后到70年 你会到百分之七十 所以你在这两兆 现在的两兆多的产业里面 这个我们没有假设说 这个产业未来的成长是多少 我们都还不估它成长了 对对 就是说投射到 假设我们制造成本占它一半 那也是七千亿 那个都比整个现在的半导体产业 今年所有的产值都要多 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double的 就是现在的半导体产业 不过就六千亿 全部加总起来 六千亿 今年一定会破六千亿 那未来如果汽车产业 其实也算保守估计 假设说是2030年好了 2030年可能 它是有机会到 但那时候也不见得 全部通通都是电动车 但是就算它是四千亿 五千亿 六千亿 那也就是代表的是 一整个半导体产业的 double成长了 它基本 你刚刚算了 也许 就是 我太无关了一点 就是数字出了一点点小 那个 2030年 我们占制造成本 制造成本并不是整个市场 对啊 对啊 我现在讲的就是它 两兆多的市场 然后一兆的制造成本 然后这中间如果50%是半导体的话 对 各位可以想象 这个数字有多么庞大了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这就为什么觉得半导体 汽车半导体这么重要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 财经起床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Digitimes顾问 也是台大物理系客座研究员 林玉中林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那么林教授自己在学校教书 但是他更重要的是 他其实在企业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担任过总经理的职务 所以他其实对于半导体产业 是再熟悉也不过了 那一直到现在 其实林教授跟我讲说 他一个礼拜都还要再看两份 学术论文报告 因为那个前沿的速度都太快了 刚刚其实我们在讲半导体在汽车成本的占有率 这件事情 那么我确实看到了之后 我也很惊讶 那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很惊讶说 这是真的假的 那可是你从这里面 你才能够真正知道 为什么现在所有全世界的 不管是各国政府啦 或者你看到半导体的公司 会那么积极的投入汽车半导体 甚至于包括汽车制造商 他们其实也都积极的在发展汽车半导体 正是因为这一块大饼实在太大了 所以才会吸引这么多人高度关注 对不对 这一块我想应该是所有 不管哪一个政府机关 或者每一个关注的焦点 因为它是几乎是 其他的各式种类次市场的总和 那所以说你把你最大的精力 投到这里面去 你如果看讲那个台积电源先进制程 他做的那三类 就是PC smartphone AIoT 这里面当然AIoT可能跟汽车有关系 可是他讲了另外说特殊工艺制程 那个部分汽车产业相关的就非常大 那这个也是大陆 现在在现在低缘政治的底下 它唯一要发展的东西 那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譬如说电动车要用的功率半导体 现在看相对的来讲市场是有 但是如果讲大陆讲叫做那个第三代半导体 世界其他地方讲宽禁代半导体 Y-Bank Gap 那个Semiconductor 像这一类的那个东西 在大陆很多地方 譬如说广东或者是重庆 他们半导体的政策就 就只有一项 就是这一类东西 那这一类东西 当然他 譬如说我们以前好像在节目我记得探过 Galium Nitrate 淡化加 或碳化系 这两个东西 这个都是他们 现在目前这个市场都不大 但是未来我们会看到随着成本下降 那这是他们要发展的东西 而且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大陆的政策考虑 他们是因为不会用到先进的制程 不会受到制裁 那在这样的 而且他们本身还有一个相当大的优势 是他们现在全世界电动车有一半 是在中国大陆那个生成制造 所以对我们来讲 那个在台湾如果 台湾有一个先天的 比较不足的地方 我们没有汽车的 太多的那个产业的 就是规模经济不够 就市场不够大 市场不够大 我觉得比较不是问题 我们是以前没有汽车系统的 相关经验 像这些电动车出来的时候 日本的那个最大的那个 风田 风田汽车就就笑这些电动车的兴起厂商 你以为进入汽车市场那么简单 这个的确是一个需要长期累积的经验 但是因为随着你内容大部分的更换 因为你汽车的内容 也许以前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引擎 可是那个引擎 你如果你是把它换成 就是用电池可以驱动的 反正提供动力的马达或这样 这个部分的重要性就会相比 因为汽车以前的术语 一个叫做under the hood under the hood hood是车盖 车盖底下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in the cabinet 就是在车厢里面 车厢里面的话就是那些修行的东西 讲究工艺 是是是那这些东西 那以后这里面会有很大的转换 譬如说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享受到的 就是感测器 对 什么自动刹车系统 然后倒车显影 然后自动倒车这些 未来的你跟自驾车相关的 你还有LIDAR 去测量前方的time of flight 就是你一个光子射出去 再回来 测量它的跑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去测量前面 不是一个平面的图像 因为平面图像有时候很难辨别 你可以测到一个3D的图像 那这样对你的那个 安全保障 安全保障是有相当大的提升 还有你有5G了以后 你才有办法做 就是比较远程的 而就是及时的掌控 因为5G的速度 比人的反应速度要快很多 所以前面有任何的车况 然后我因此找一条最好的路径 等等这一些 其实这些都是小事情的未来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台湾因为 在半导体相对的来讲是 就是种类也比较多 也足够这些所有的东西 因为其实现在汽车半导体 除了现在将来 如果未来有L4L5 那主要的计算核心之外 你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叫做 我们叫做H computing 就是边缘计算 你已经没有办法 把它送到中央再反应了 像那些东西使用的制程 不必太先进 25奈米到65奈米 这个都合适 那功率半导体 大概8寸的也可以做 现在当然有一些功率半导体厂 也半到12寸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台湾相对来讲都具备了 我们比较欠缺的是 整个整合的能力 你如果是单个单个卖 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但是台湾也都有各厂商 都开始进入这些次系统 我举个例子在讲 你在台达电你可以 这个是我们可能未来会谈的 台达电有OBC 就是Over the Board Charger 就是在汽车上要充电 你不是把电池拿下来 充电完了以后再换上去的那种 汽车上就可以充电 那汽车上要充电 你总是在充电的过程中 你可能是要一个比较快的充电 那要快的充电 你可能就要 我们讲第三代半导体 或宽进代半导体 像这些发展 我们要想办法要去整合这个努力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别的你可以看到全世界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譬如说大陆的比亚迪 比亚迪 比亚迪最近就买了 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 山东的八寸厂 他做的就有包括汽车的 那个功率 包括第三代半导体 所以比亚迪 简单来比亚迪买的 其实就是功率半导体的重要厂商 他就是干脆把制造他 电动车所需要的核心零件的那些部分 那个半导体厂顺便满下来的 这就是垂直整合 对 但是这个还有另外 譬如说特斯拉 他们自己在控制L4跟L5晶片的设计 就跟当初华为买海思一样 就是用海思来设计他们最核心的晶片 这个在手机厂商 已经是普遍都这样做 苹果也设计自己设计他们的东西 三星也设计他们自己最重要的CPU 那汽车厂商现在已经开始在想 这件事情 那大陆厂商是先从 那个功率半导体开始 那特斯拉想的就是自家车 因为他想的更远 对 L4 L5的东西 那在这样垂直整合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其实是对台湾的发展比较不利 对 那为什么我们想一想就是说过去整个半导体的发展史 我们台湾的半导体的最先的技术从哪里来 从美国来 RCA 对啊 RCA RCA做什么 RCA是做电器的 对对 它是一家系统公司 那还有重要的半导体公司 哪些IBM AT&T 这些都是做系统的公司 那做系统的公司 因为里面有零组件 重要到你不可以交给别人 所以他就这样做 可是长久以来 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的模式 你这样的经营模式并不是最好的 成本不是最低的 效率不是最高的 对 所以才有代工模式后来就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例子 是日本的DRAM的兴起 日本曾经是全世界半导体的那个 最大最大的国家 那它DRAM为什么会兴起 第一个DRAM那时候代表最先进的制程 可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DRAM它有共同标准 对对 有共同标准 规格化 意思是说 我不必 我半导体厂不必跟 因为半导体 汽车零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我如果要到你那边 就是车厂那边 要让你能使用 可能一刚开始我要设计的时候 我就先必去跟你沟通 然后完了以后 我要送到你车厂 去接受你的测验 对 这个测验可能非常长 因为这可靠性要求非常高 两到三年 通常对 而且接下来你的单子通常是很长 对 那对半导体厂是好事也是坏事 你可能一做这个产品要做十年十五年 如果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效应 但是根据合约你还要继续做下去 所以这个都在台湾半导体看来 如果你没有共同的标准 你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而未来其实以汽车对半导体的需求这么大 它里面一定会有部分的半导体 开始出现共同规格吗 从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需要共同标准 这是有共同标准对台湾会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我们不需要个别零件厂商 对汽车厂单独的去沟通 好 所以如果汽车厂商他自己做垂直整合 其实对台湾是不利的 因为都是个别规格 而他们自己用自己的规格 但如果有个水平整合 有部分的变成共同规格会比较好一点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DTrips顾问 也是台大物理系客座研究员林玉中林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汽车半导体 这是一个未来极大的产业 对台湾来讲 其实也是极大命脉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刚刚提到它的规模有多大 也谈到了现在各个国家或者各个汽车厂 他们现在正在发展的 那么有些可能自己就把 可能重心点放在功率半导体 大陆很多的厂商重心点放在功率半导体 因为它通常来讲是属于成熟制成的 只是它可能在 尤其它可能需要用到碳化系 或者氮化加的几率比较高 而这个部分他们觉得 他们稍微比较有胜算 对不对 但是呢比如说像这个特斯拉的发展方式 就是它对于自驾车最后阶段 完全真的自驾L4 L5的时候 它其实里面就有很多很重要的那种运算晶片 对对对 尤其要边缘运算 这种高速运算 边缘运算 因为你要很快的就决定说 我要下决策的这一种晶片 它就要自己拿回来设计 对 所以它自己成立IC设计公司 自己来设计 那这个部分它理论上来讲 它应该就是会跟经营人代工工资来合作 对对不对 所以这个产业很大 可是它里面还要细分好多区块 是不同的发展路径 对 我想一个考虑 从企业的发展一个考虑是很基本的 如果我绝大部分创造价值的部分都是别人做的 那我就只是一个装配厂 对 这个是为什么华为的手机不能够让别人去设计 三星手机的CPU不能让别人设计 因为我要创造独特的功能 我在设计这个手机 这个部分我自己必须掌握 而且我不愿意让单独一家来掌握 它可能代工给这家封装给那家 以免自己变成变成一个单纯的封装厂 那汽车产业的想法是差不多 那之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像L4L5这种晶片 是下给代工 但是就是功率器原件这个部分 他们就干脆自己买厂 我刚讲的那个是山东富能 那是BRD去年底 他就整个把它买下来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对我们台湾事实上是有影响的 我们台湾影响如果是单只是让人家下代工 或像这个的话 这也都还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最近有成立了一个联盟 如果你有注意看 就是Semi有帮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的设计公司 都成立一个联盟 北美半导体协会 Semi是不是 是国际半导体协会 对国际半导体协会 他们大概9月的时候要办活动 大家去看一下 他们组织一个联盟 因为他们要帮 最主要要解决什么事情 你这些设计公司要跟汽车产业要沟通的问题 因为他们打不上线 这些台湾没有很大规模的汽车公司 那你要去跟他们去沟通 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沟通过程 所以如果有这个联盟 这个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最好有些零件能够变成 有像以前DRAM有定的标准规格 什么DDR4 DDR5 像一个JDEC 这是一个标准的机构 那定了这些规格以后 我就不必跟厂商去沟通 我就专心把这个部分的零件 完全做好 我靠我的生产技能跟规模经济 我可以生出 这是我们台湾半导体 以前的发展的路径 好所以如果能够先建立一个 IC设计业族群 然后跟汽车族群的电动车族群 的一个对话的平台 那么而最终目标如果能够建立一个 通用型的部分通用型 因为每一个汽车恐怕 它没有办法全部都通用型 对不对 它一定是有一部分是规格化 然后一部分是通用型的 然后我们电脑也是这样子 那个DRAM是通用的 NAM是办那个有大致一个雏形 但是没有一个标准规格 那CPU呢 那个是你Intel一家 AMD 可能是不一样的 然后GPU回答又一家 所以都就它会有这样的办法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竞争策略会是什么呢 你的建议 我的建议是 其实这个也不只是我们的建议 如果是你看台湾的Semi 台湾的Semi 最近的那个Semi 做的业务跟以前的Semi 已经不太 那个不太一样 他们努力在推荐事情 如果对于汽车半导体 最好能够建立一个平台 甚至是一个制定共同标准 这个是Semi Semi是一个全世界性的组织 那台湾的Semi很重要 他是兼台湾的总裁 亚洲的总裁 世界的marketing的副总裁 曹世文 曹世文 因为台湾半导体制造很重要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才有办法去 就是去减少我们在 系统上面的connection 就他跟汽车厂商中间的联系 或者是没有汽车厂商 这个缺点 因为像欧洲的一些厂商 包括英飞龄 或易发半导体 他们跟他们周遭的汽车厂 沟通非常顺畅 我们是缺少这块的 我们要跟汽车厂商沟通 就已经都是跨国了 必须要是跨国这样的沟通 不像他们其实相对来说 可能因为欧洲的半导体公司也少 那汽车工资又非常的多 可能他们又非常需要半导体 所以他们当优先 可能就是先找易发跟易飞龄 对 但是他们也有厂商 就汽车商去建立 功率半导体厂的 就买功率 这个也发生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还蛮 跟我们台湾的半导体发展 就是有威胁性的 不过 因为现在大陆的这一个 就是它建造地缘政治 那大陆现在发展新能源车 就或者还加上 就电动车再加上自驾车 其实他们 是极为积极的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下一代产业 而且是他们唯一有机会 然后可能就是 在下一代产业当中 有完成自主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台湾怎么去面对 地缘政治产生的 跟大陆之间的 这一个关系呢 这个部分我觉得 相对的会比较好 第一个就是 现在汽车产业 它里面用的半导体 除了最核心的自驾的晶片以外 它相对来讲 自成都不受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 就承受自成 因为这个都是还在美国的 那个就是管制或默许的 的界限之外的 我觉得他们快要进入这一块了 最近的政策看起来是想要 是 但是大陆它本身 它也有它的优点 它第一个 它的汽车产业 相对来讲是非常庞大 自驾车已经占全世界 电动车已经占百分之五十 然后他们在材料方面的 至少科研 相对的是比较发达 已经是美国的两倍 就是你算paper的话 对算那个论文数跟专利数 但是台湾过去的半导体经验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汽车如果你要使用的话 reliability可靠性 可靠性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 因为你可靠性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你出一个车祸 或甚至要造回一批汽车 这对汽车厂都是天大的灾难 那台湾因为在半导体方面 这方面的优势相当明显 良率 良率还比较齐 但良率跟可靠性是相关的 你如果良率高 一般来讲可靠性也会比较高 那这最明显的例子 当然就是iPhone的手机 那时候同时使用 这个台积电晶圆代工的晶片 然后还有Sansom的 这个三星的这个晶片 就又发现到说 其实台积电的可靠度 都是比较高的 因为良率跟可靠性是正相关的 对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相对来讲 还算有优势的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你的 有些东西 即使是不用到太先进的制程 但是如果你要表现的比较好的话 你可能会用到先进的封装 这个部分目前大陆 也还没有特别的发展 譬如说我们把DRAM跟逻辑晶片 结合在一起 就一直结合 对对 那个一直结合 而且是一个wafer on wafer 就是两个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以后再切 那这个目前基本上就只有台湾在做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汽车半导体的这个发展 其实它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未来性 而且不是很久 想十年之内可能看得到它极大的一个成长 是 好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林教授来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 就是这些人的这些人的发展 在一起的这些人的发展